走廊尽头的房间为什么不能住 一般我们去外地旅游都会选择住酒店 那么走廊尽头的房间为什么不能住呢 咱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除去旅游旺季 一般酒店很少会全店爆满 分配房间给客人的时候 一般会从靠近电梯大堂的房间开始 原因是将住客集中 提供房间服务时更快捷 退房后清洁更方便 相对来说 在走廊尽头的房间入住率会比较低 人气会比较弱 阳气比较不足 容易招聚英灵 而最后一个房间往往杂气太多 对某些人不好 所以建议朋友们要尽量避开围隐 还有不要住正对着楼梯或者走廊的屋子 进门就是一面大镜子的屋子 最好也别住 大门上有面镜子的房间 请愿离 如果被分配到尾房 建议大家不妨换房 感恩您的观看